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美國局勢的最新情況 有兩宗消息是要和大家分享的 第一宗消息就是拜登一上任的第一天 就已經導致有將近五萬名的民眾失業 因為他先後叫停了兩項基建 分別是美麥邊境圍牆和美加基石輸油管道 而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就說對拜登的決定感到失望和驚訝 其實杜魯多就叫做自食惡果 他一方面又對特朗普總統口出惡言 另一方面又在很早的階段 已經向拜登表示祝賀 這件事你就求人得人 第二宗消息就是參議員特克魯茲 他仍然很想在參議院裡 試圖延續美國優先的路線 他就帶頭做蘭老虎 想阻撓拜登重返巴黎氣候協定 他就聲稱一重返這個協定 就會對美國的經濟構成沉重的打擊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亦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 到底拜登的經濟政策有多麼滑稽 他上任的第一天 馬上是淚街坊 淚街坊會導致五萬名民眾失業 那條數是怎麼算出來的呢 美麥邊境圍牆的停止建設 將會導致一千零五百人失業 至於美加基石XL油管的停建 就會造成一萬兩千名人直接失業 至於這兩個基建項目 所連帶的一些周邊支援職位 大概有兩萬六千個 所以這裡加起來 將近是會有五萬人失業 那些受影響的民眾和家屬 一定是牙痛的聲音 拜登一上任第一天 都未曾創造就業職位 未曾建設到經濟成果 你就已經搞到五萬人要準備丟職 未見其利就先見其害 特朗普總統在他的任內 就已經想盡辦法壓低失業率 以及創造更多的就業職位 包括他建議各州盡量不要做一些沒有必要的封城 所以在他第一個任期的最後階段 那個經濟事實上就是有搞上去的跡象 但是拜登一上台又搞到一鍋足了 所以接下來幾年 美國人應該就有排售了 這個人是不懂得搞經濟的 你不單只是說這件事 他重返巴黎氣候協定就已經知道他不懂得搞 說回這個油管 事實上有些傻佬是贊成拜登這個做法 就是那些所謂的環保組織 其中一個就是自然資源保護協會的加拿大主任安東尼 他就宣稱拜登上任的第一天 就馬上叫停了基石XL輸油管道的建設 為美國和加拿大翻開了新的一頁 因為將來就可以由清潔能源 去驅動一個更加繁榮的未來 他所說的所謂的清潔能源就是不用化石燃料 其實這件事根本上就是本末倒置 你用化石燃料其實是沒問題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你盡量做到發電廠減排 減低空污 而不是完全停止它來使用 這些稅池完全是不切實際的 我就告訴大家 他說搞這些所謂的可再生能源 清潔能源 無非只有幾件事 第一就是蓋水閘 蓋水壩來使用水力發電 但是水力發電一樣是不環保 因為會導致河流生態出現問題 下游的魚不能夠下游到上游那處產卵 很多問題出現 中國已經在發生了 就算你不是過度興建水閘也有這些問題 至於你說風能 風能有什麼問題呢 你建這麼多的大風車 對於飛鳥或者空中的生物 是會構成很嚴重的生命威脅 一年有很多小鳥飛過去 是剪死了 是搞形一樣 為什麼這些環保分子不去說呢 還有如果你說太陽能 太陽能也是有問題 因為你就要製作一些太陽能的發電板 才可以產生電力 你製作那塊東西出來的時候 所用的物料 其實不是也是非再生物料嗎 還有一種可再生能源 叫做潮質能 那樣東西比較好 不會對於環境構成很大的影響 只不過潮質能所發出來的電力極之有限 就算你在全部海岸線搞的潮質能 都根本上是做不到取代化石原料的效果 所以這些環保分子叫做沒有東西來講 至於加拿大方面的反應是怎樣 總理杜魯多就宣稱 說他感到非常失望和驚訝 他還說 艾伯塔省和沙省以及加拿大各地的工人 將會永遠支持這個基石XL的輸油管道建設 而加拿大就是美國單一最大的能源供應國 為美國的能源安全和經濟競爭能力作出巨大的貢獻 並且支援邊境兩地 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 但是 杜魯多就沒有說明究竟加拿大政府有沒有嘗試跟拜登政府接觸 重啟這個項目的建設 至於 加拿大艾伯塔省長康尼就說 美國單方面這樣取消輸油管道的建設 不是對待一個真正盟友的態度 當然不是 他擺明就是當你臭死 其實這條基石XL的輸油管道 在奧巴馬的年代已經開始醞釀當中 但是得不到奧巴馬的支持 因為這班民主黨人口口聲聲說要環保 一直拖到特朗普總統的任期 他就拍板說要興建 所以現在就叫做如火如荼 其實特朗普說要拍板興建這條輸油管道 就叫做一舉多得 第一 他就是能夠創造大量的就業職位出來 無論是建設的工人 或者是周邊的支援產業 那裡是說幾萬工人 不單是美國受惠 加拿大方面也是受惠 那你何樂而不為 第二就是 既然加拿大根本上就是最大的能源供應國的時候 你興建了這條輸油管道 就能夠減低運輸成本 那你到輸入這些原油的時候 那個運輸成本就會下降很多 你運輸成本下降自然的銷售價格也會下降 所以特朗普就是以一個用家的角度 以民眾的角度去出發 就不是以你這些層意過高的環保的角度出發 還什麼保 那你始終都是要用的那些電 你說現在停了輸油管道 你是不是完全停止從加拿大輸入這些原油 不是嘛 那你就一樣一車車地來 你一車車來的時候 我想問 難道是由司機來到人力發電 他不一樣是入油 一入油的時候 他不一樣是會排放廢氣 那你反而來說這條輸油管道 是不是會令到排放低了 根本上就是能夠做到環保的效果 只不過這班人不喜歡用這些化石原料 所以就急急急急 還有一件事就是 當你建了這條輸油管道之後 就能夠是加強得到美加的貿易關係 因為輸入的量肯定會大了 因為方便了 那你從加拿大的輸入量大了的時候 就可以減少從海外的輸入 那那裏是不是又算回數又是環保 不需要那麼多的運輸來輸入 運輸不一樣是會有空污 難道人力發電 水手在發電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 這些所謂的環保組織 根本上就是雙重標準和虛偽 你要搞環保 你是要真正到位 你是要真正可行才行 不是在喊口號 凡親看到化石原料就要反對 這些就不是叫做環保 這些叫做搞政治 我也是支持環保的 有些益有誤會 說你不支持環保 不是的 我支持環保的 只不過就不是以民主黨人 不是以環保組織 或者以拜登這種方式來做 接下來就看看 參議員克魯茲 對於巴黎氣候協定的看法 拜登簽署了一套行政命令 說想將美國帶回巴黎氣候協定 有些共和黨籍的參議員 就說希望將這個議題 交到參議院裡討論 因為在政府換屆之後 現在民主黨在參議院 從少數黨變成多數黨 雖然他只有50席 但是由於賀錦麗 就兼任參議院議長 如果到最後50對50的時候 他的票是決定性的 其實就叫做51對50 所以他就變成多數黨 所以現在他們談 只不過是 盡量拖延 或者表達出他們的意見 其實我認為 克魯茲參議員 對於巴黎氣候協定的看法 是很有價值的 也是踢爆了一些所謂的環保騙局 不是說加入巴黎氣候協定 就代表你的國家很環保 克魯茲他怎麼說呢 他就批評民主黨人 是想摧毀他們不喜歡的工種 包括了一千上萬的製造業 和能源業的工作 並且會將美國的能源 未來控制權 移交到其他國家的手上 他這句話其實是有基礎的 因為大家都看到 那些產油國很大聲 因為他就是把握著全球能源的命脈 但是特朗普總統是厲害的 他在一年之間 就將美國一躍而成為全球最大的產油國 比全世界的什麼中東海灣國家 這件事是要讚的 不是說他在破壞環境 而是他掌握自己國家的能源的未來 黑魯茲還說 在沒有巴黎氣候協定的情況下 美國在減排方面 一直都處於世界領先的位置 在過去這半個世紀以來 美國就大大地降低了一些有害污染物的水平 為全體美國人改善了空氣質量 同時也幫助到更多工人獲得更高的工資水平 改善他們的生活 黑魯茲還說 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 就不會為氣候產生任何好的影響 只會損害全美人民的生活 他就說 將會和他的參議員同事一齊 為所有的藍領工人打拼 捍衛美國的能源獨立 而且他還引述了一項數據說 說里行巴黎氣候協定的承諾 將會導致美國 雕塞40萬個製造業的職位 並且為美國那些四人的家庭 在未來的20年損失2萬美元的收入 他說這件事就非常具體 有數據 其實他所說的這件事 和我們昨天所說的判斷就是一樣 我也說了 一搞巴黎氣候協定 就是會損害到美國的經濟 只不過我們昨天就只是說了一個大方向出來 就沒有說到一些詳細的數據 現在克魯茲的看法 基本上和我們的判斷是一模一樣的 根本上就是對美國有損 反過來說 就是對某些國家是有利的 因為有些國家就算加入了巴黎氣候協定也好 他現階段仍然是可以增排的 增排到某一個點 某一個年份 他才開始控制那個空氣污染的排放 那美國不就是只找自己笨實 你怎麼會加入這些協定 你是綁手綁腳 為自己的經濟發展 而且你要減低那個空氣污染 減低那個排放 你有很多辦法 你不是完全把能源業 把製造業摧毀它就可以 那你怎樣 你只是搞服務業嗎 現在的旅遊業都停了 你都要想辦法 其實搞這些製造業能源業 這些是實業的事情 一個國家是不能夠沒有這些實業的 拜登根本上就不懂得搞經濟 一味就在這裡迎合那些左膠 那些什麼環保組織的認同 那些東西有鬼用嗎 你環保組織生產了什麼 你問吧 一隻二隻是靠捐款生存的 你都要對提你都要到位才行 你生存那幾萬工人怎樣 那些能源業工人製造業的工人怎樣 要平衡啊 不是一名環保 最環保就反回原始社會 反回農業社會 是不是最環保 不要搞工業就最環保 不是這樣的 正正就是奧巴馬執政那八年 對於這些製造業能源業的條件 是太過苛刻 所以別人才去其他國家設廠 你應該是怎樣做呢 就是向他們提供多些的支援 提供多些的稅務優惠 吸引他們回美國才是嘛 你也不是的 特朗普總統就是走這一套 美國優先 他的美國優先是美國人民優先 你拜登也不是的 你在搞什麼呢 在搞什麼呢 有些傻人就以為 這樣真的是環保 不是搞環保就是搞政治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